《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我是苏秦 本节目由专注肠道健康的 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友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常喝常快乐的养乐多 联合赞助播出 今天养乐多了没 天天乐淘淘 晚晚迎红包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一二三四五 就有机会抽取最高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的 现金红包 你也可以搜索湖北卫视 进入湖北卫视淘宝城 和我们一起来快乐抢好货 大家好 我是小夕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 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知乎 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 分享给你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感受器之一 大脑中约有一半的知识和记忆 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 同时它也是我们最求贵的器官之一 如果没有好好地保护它 不同的年龄人群就会遭遇到 不同眼疾的侵害 严重影响到我们好好感受世界 所以想让心灵的窗户 永远保持明亮 眼保健至关重要 我们碰到有一些情况 我们家长就要关注 这孩子是不是有进士了 比如说他瞇着眼睛看东西 或者说歪着头看东西 每次看电视的时候 他不自主地往电视跟前凑 往前凑 有的孩子的睡眠变不好了 学习成绩下降了 那我们有的很多孩子认为 家长认为他学习紧张了 这孩子什么有厌见学习的情绪 做了CT持工程 最后怀疑精神病 说他精神有状况 其实这孩子就是进士了 他黑板也看不清 老是闭着眼睛 头昏 睡眠不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告诉这个家长 要把这个孩子弄到 这个专业的机构 去检测 到底是不是患上了进士 到底是不是真性进士 就很多的小朋友 你知道他其实在学校里 待的时间非常长 在这个学校里的时间 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去监控 我看到有很多学校 包括这个什么坐姿 还有那个拿笔的姿势 看书的姿势 都有强制要求 这个是不是也和进士有关呢 对 我们就是用眼的姿势 用眼的距离 用眼的光线 用 包括用眼的毒 我们有时看到有的书 印着花里胡哨的 是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推广这三个一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要立桌面 要有一拳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立眼睛立毒 要用一尺 当然有时候不好丈量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一臂 这个坐下来以后 把你的臂伸起来 思考者的造型 大概这么远的距离 第三个立笔尖一寸 如果说立得太近 如果很多小孩子拿的笔尖太近 他看不清楚 他就必须要这样歪地看 看上写上字了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说起中国哪儿的海鲜最好吃 董行的人都知道是渤海海鲜 因为越往北 海水越冷 海产生长期越长 味道就越鲜 营养也越丰富 本周金楚味道商城 远赴渤海湾的大连 为大家寻找海的味道 鲜的味道 黄花鱼 海胆 生蚝 扇贝 不说了 我都缠了 赶紧看看吧 我很多身边很多朋友 说这个近视眼不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戴眼镜 因为戴了眼镜之后 他说眼球会变突 对 会变成鲸鱼眼 因为我小时候 那个戴眼镜之前 高度近视的时候 就被同学笑 说眼睛像鲸鱼似的 真的会突 那也是漂亮的鲸鱼 其实这个跟眼镜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近视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他这个眼球是要扩张的 要扩张 就变大 变大以后这个眼睛就突出来了 它其实还是一个病理造成的 对 还是一个病理状态 这个眼睛变突了 现在治疗近视的方法太多了 我听说这个按摩就可以治近视 好像还有针灸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 近视的时候就去扎过那个耳垂 扎针灸 贴了好多什么白色的那种小纸片 有用吗 这些方法 应该讲就到目前为止 真性近视 我前面讲的 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能够治疗 但是我们就是要控制 要预防 那么这些物理治疗 对我们近视的发展 或者发生 它是有一定好处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局部的按摩 我甚至有些针灸治疗 有一些眼眺 有一些物视治疗 物视是怎么的治疗 物视实际上也是 像我们带的一个老花的 就是眼视眼的镜片 这个是看不清楚的 那我们的眼睛就要拼命地放松 要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这个时候可能会死得眼睛呢 会放松得到暂时的休息 远眺呢 远眺是怎么 就是时间往远处看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强调这个孩子 课间一定要走出教室 就是本来我们一直是 比到很近的一个距离 在看东西 我们走出教室 就会放松眼眺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眼睛就像个照相机一样 它中间有一个装置 有一个装置呢 里头就叫筋状体 就使得我们看远 看近 能够非常自如 能够非常自如 那我们在看近的时候呢 就要用调节 这个筋状体就要用调节 调节的时限呢 就在眼睛里头有一个肌肉 叫结状肌 那这个肌肉就要收缩 假如说你一直看近 这个肌肉一直在收缩 这个实际上我们很多功能 是有记忆效果 而你看远的时候 它就不能舒张 那就变成一个近视眼 知道近视眼发生 怎么回事了吧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知道了 所以我们看一段时间书 看一段视频 一定要放松 就看远 眼眺一下 但小夕你戴过那个OK镜吗 就是一戴就OK 我都听说过 我没戴过 那个叫角膜塑形镜 就压迫这个角膜 让它变平 让它变平变傲 那就对抗或者抵消 我们这个近视 所以有时候晚上戴 白天它的视力 就会达到正常人的视力 但视力它是这样 它是对中低度近视 是有效果 如果高度近视 有的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我家里有一些小朋友 就是弟弟妹妹什么的 有近视 所以我就特别想帮他们问一下 您说的这个高度近视 是多少度之内可以戴呀 就是我们一般呢 是600度以下 治疗效果就比较好 另外呢就是 你讲的小朋友 可能也要注意年龄 因为太小的时候 他自己取代的时候 怕划伤 再就是护理有问题 不注意相关的卫生知识 有于感染 所以有时候 我们太小的孩子 比如说这个10岁以下的 我们也要注意 当然60岁以下的 我们尽量地不让他戴 那这种眼镜是要去医院配 还是那种眼镜店就能配啊 我们建议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因为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孩子他眼睛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有杀眼 有慢性炎症 有过敏 有的人非常干 眼睛非常干 这些情况是不能戴的 不能戴的 所以有的情况能戴 有的情况不能戴 所以有的人一戴 眼睛就发红 甚至有症状 甚至我们有出现角膜的 这个点软的 就上皮脱落的 所以可能还是要注意 这个适配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适应症 不是每个人都能戴 在配眼镜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就是我们真正的配眼镜的 第一个 要排除假性近视 排除假性近视怎么弄呢 要放松调节 就有一个药 叫扩大瞳孔 散瞳 把瞳孔散开 散开以后了解 它的真实的趋光状态 配上一副合适的眼镜 我们讲叫最好视力力 最低度数 如果配得太高 配得太高有什么问题呢 稍微看近一点 它就要用调节 我们前面讲到了 一用调节 肌肉就要收缩 对吧 一收缩就更紧张 看远的时候又不放松 可能近视度数会加深 所以这个配镜 也是还要讲科学 同时有时候 我们还要调平衡 就哪个眼镜是主导眼 两个眼镜要平衡 戴上眼镜以后 还要没有症状 比如说有的带着头晕 甚至看到那个地上 高一脚低一脚 下楼梯摔跤的 这个是不行的 其实我的眼睛是 做了一个近视激光 矫正手术的 但我做的时间比较长 好多好多年前了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了 现在这种治疗近视的 这种矫正手术 现在是什么呀 效果怎么样 其实激光治疗 它是一个替代之 就是通过在我们这个 这个眼睛的角膜上 把它修薄一点 修傲一点 就相当于看那个傲头镜 戴在我们这个黑眼柱上面 懂得意思吧 但是过去有准分子激光 后来现在发展到 非秒激光 应该讲这个治疗的 安全性越来越好 但是尽管这样 它不是所有人都能治的 第一个度数太高 有的人超过一千度 那可能就不太适合 激光治疗 第二个就是 有的人他角膜太薄了 太薄 一削削 就削得这个 他不足以抵抗 眼泪的压力 可能会造成角膜 往前膨浓 有一个叫眼锥角膜 所以这种情况 也是不适合做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眼边眼睛里 有些眼表的炎症 有的人有眼压膏 甚至青光炎 有一些糖尿病等等 这些疾病 他是不能做的 所以他是有适应症的 但这个假如 没有这些适应症 他也确实做完手术了 做完还会复发吗 假如没有这些适应症 他也确实做完手术了 做完还会复发吗 这个复不复发 前面讲到 这个我们激光 它是一个替代治疗 对 就是把当前的已有的度数 给你削掉了 但是并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 所以如果你度数还在发展 你还不注意用眼 你做完了以后还会近视 甚至还度数会加深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青光炎是世界三大脂肪疾病之一 那么它是第二大 它是第二大 关键是问题的就是青光炎所致的盲 它是不可力的 它就不能恢复 不像百利战我们忙了以后 我们可以做手术 对 但是青光炎它就不行 所以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是很重要的 青光炎是为什么叫青光炎啊 是眼睛会发那个 发青吗 它是什么症状啊 对 就是在眼牙升高的时候 角膜会水肿 所以有时候有点翻绿光 所以过去认为 就是在光照情况有的 说翻青光 青光是这样来的 所以青光炎它主要是眼牙升高 造成的一系列的视力损害 包括视神经损害 视野的切损 最后视力下降 甚至致盲 是不是有一些 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 也会导致这个青光炎 在有遗传背景的情况下 如果说不注意健康用眼 比如说我们这个疲劳用眼 或者躲到被子里头看书 情绪很激动 再就是疲劳 非常疲劳 这些情况 它也会造成眼牙升高 我听说有些人 就是情绪一激动 容易就犯病了 我们讲这个青光炎 就是情绪激动 所交感神经兴奋 有的人瞳孔会散大 瞳孔散大以后 我们有个防角 就周边防角 就会红膜逮击 逮击以后 就会堵塞那个防角 眼牙就会升高 它就会诱发青光炎 所以这个如果咱要是 有这个家族遗传病史的话 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让自己太焦虑 也不要让自己太劳累 对 好了 那也要提醒我们 正在收看节目的 所有的朋友 别忘了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12345 就有机会抽取 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 还可以搜索湖北卫视 进入湖北卫视淘宝城 就有更多的好货 等你来抢 那我们闭角型情况以来 就是说除了这个 我们迅速的控制症状以外 我们就要主要要防止它复发 防止复发 防止复发 其实不管开角闭角 最重要的就是控制眼牙 那控制眼牙呢 有药物的办法 有激光的办法 有手费的办法 这个 那么药物呢 其实很简单 就像我们这个工业的 产品积压一样 我们产品积压有三个措施 第一个是促销 打开销路 我们清光眼呢 就是第一个治疗 就是打开防角 打开流出道 让它水流走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产品 太多了压缩生产 减少防水的生存 那防水少了 我的眼牙就会低 第三个呢 就是说报废 产品不是还有一个办法 就报废 我们把体内多余的水分 排出去 让我们防水也会变少 所以有一种治疗 就是高升级脱水 就是这三大治疗 就会降低眼牙 但是如果要是说 我就是有这个 家族遗传食了 我就算做手术 这个效果 是不是也不见得好呀 就是前面讲到 如果是闭角 效果是很好 如果是开角 手术的效果不太理想 所以我们以药物治疗为主 但是药物治疗 现在有一个误区 有的人很忙 所以把药点上了 我自己随便找个地方 测测眼牙 对 觉得这个眼牙降到 正常范围 所谓的21以下 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其实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这个清光眼治疗 它个性化非常鲜明 就是针对不同的个体 它的眼牙降低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我们医学上叫 入标眼牙 或者说耐受牙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年轻体壮 他挑了100斤的重量 它是没问题的 假如说给那个年老体弱 你让他挑50斤 可能就压死了 是吧 所以对有一些失神经 损害比较严重的病人 我们的眼牙 可能不是满足于20亿以下 有可能是16 有可能是14 有可能是12 所以降得越低越好 那有个什么标准呢 我们就是要降到 这个视野 不再继续缩想 失神经不再损害 这样才是真正的 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所以千万不要突简单 我发现清光眼了 就开了个药 我回去就点 点了我随便找个地方 一两眼压正常 我就不管 结果过了几年再去测 视野损害得非常严重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 之前说的那些 用眼习惯不好之外 还有哪些习惯 包括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 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呢 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就是喝水 喝水 就是我们清光眼的患者 第一个不能都喝水 第二个就不能突然 大量一次性大量饮水 就会一下子会引起眼牙升高 这样 这个饮水是有问题 那我有一个排水的办法 我没事老看点难过的电影 小说什么的 它老糖眼泪 你是排在泪水 它不就排出来了吗 排不出眼泪的水 这个眼泪在我们这个 里头有个前方 前方和后方在眼泪 这个水不是泪水 排不出来的 我运动运动呢 蒸发一下也不行 这个是有用的 这个有用 这个是有用的 排水是关键 在除了这个大量饮水之外 它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注意 饮食上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饮酒要注意 那小量饮酒可能没太大影响 但是大量的饮酒 它会造成型怀的一些问题 会造成眼牙的突然升高 瞳孔散大 也会诱发青光眼 还有冲淹 这个尼古丁呢 对神经的一些改变 交感神经的改变 也会诱发青光眼 也会诱发青光眼 主要是我刚才听完这个张教授之前说的 我就觉得他不能太兴奋嘛 所以像什么喝咖啡啊之类的 浓茶 浓茶应该是不能喝的吧 要注意 要注意 同时呢我们食品也要注意 比如说 你吃要吃这个 青光眼要吃这个容易消化的 或者说出纤维的 促进肠乳动力这些食物 要好一点 如果说这些人大便干结便秘 腐牙增高 它也会诱发青光眼 或者说造成眼牙的升高 那么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蜂蜜 我们有时候喝蜂蜜 它可以降眼牙 对 喝蜂蜜 不是不能多喝水 多喝饮料什么的吗 不是蜂蜜它是高盛的 就是过去我们这个治疗 青光眼期中有一个治疗 过去就是没有药物的时候 就是喝浓的蜂蜜 干喝蜂蜜 这蜂蜜喝进去以后 它可以脱水 而身体的水脱了以后 眼牙也会降低 蜂蜜还可以通便 那这是一个好的东西 一己两得 所以刚才张教授教我们了 要少喝水 多吃蜂蜜 当然要注意休息 然后适当地保持运动 这可能对于很多的 这个青光眼的患者朋友 就是比较好的一种 生活的良方了 本节目由专注 肠道健康的香丹青 独家冠名播出 好 刚才聊了这么多 我们要赶紧进入我们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环节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饮食养生会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我是谢天静 今天咱们来吃什么呢 看看我面前 芹菜 土豆 花椒 辣椒 这个是麻辣香锅的底料 而这边是大虾 咱们要做的是一道麻辣香锅虾 热一下锅 向锅中倒入国民用油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这个锅里的油 是为了咱们第一遍 把土豆和虾稍微过油 简单地煎一下 我们先来煎这个土豆 这土豆为啥先煎一下呢 因为这个表面啊 把它这个淀粉先熟一层 同时呢煎出这个焦焦的这种皮壳 这样的话呢不但更加入味儿 而且呢吃起来也是可以有这种 外焦理论的效果啊非常好 所以先稍微炸一下 这个东西呢如果油再深一点啊 其实切成这样的土豆条 就炸薯条了 所以先稍微炸一下 这么深炸啊差不多皮壳起来了 就可以把它盛出待用 把咱们这个大虾也提前用油炸熟啊 过一下热油 但是虾仁呢熟的相对比较快啊 不用像土豆那样 虾仁呢是在油里面去除它的 直接用热油去除它的杂质 同时让皮壳变脆啊 到两面都通红就可以了 好到这呢咱们就关火 把咱们这个大虾也盛出备用 这个油可以瀝干净啊 之后还非常有用 好土豆和虾锅好了油呢 至此咱们的准备工作就全部做完了啊 咱们进入主题 锅再次烧热 锅中重新入油 倒入咱们的果面用油 进入于1比1比1 油中呢下入花椒 下入干辣椒 下入咱们的麻辣香锅底料 一起炒香啊 底料里面呢咱们下入一大勺糖 这个是提鲜啊 辣和糖在一起非常提鲜 下入小半勺盐啊 这个调料本身有一定的盐味 咱们把过好油的土豆和虾 下锅去翻炒 让咱们炒好的底料啊 充分的入味 同时呢进一步把它的这个表皮炸到酥香 这样炸出来的香酥可口啊 好这个时候呢把芹菜也倒进去啊 一起翻炒 麻辣香锅这个格式呢非常自由啊 咱们用芹菜和土豆 但其实呢这里面想放菜花也可以放菜花啊 想放西兰话也可以放西兰话 对不对 不管你想放娃娃菜啊 还是土豆 还是红薯 只要是你喜欢的这一口啊 基本上只要能切成条 能沥干水 麻辣香锅呢都可以包容啊 所以说呢 自己也可以在家做自己的配方 关火 咱们给它出锅盛盘 哇好香啊 好最后的最后还不要着急 在它上面撒上一大把的葱花啊 作为装饰和提香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本节目由专注肠道健康的香单清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主集合作伙伴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融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常喝常快乐的养乐多联合赞助播出 今天养乐多了没 天天乐淘淘淘 晚晚赢红包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12345 就有机会抽取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 你也可以搜索湖北卫视 进入湖北卫视淘宝城 和我们一起来快乐抢好货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关注影视养生会的 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之呼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分享给你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再见